本門局鼎金所警員王凱正陳隆琦 於111年11月24日九時許擔扶巡邏勤務 接獲明城二路上銀行通報有民眾疑似遭詐 欲申請約定帳戶轉帳 匯款新台幣200萬元元景火速趕赴現場 今了解陳姓老翁自稱銀行行員退休 該筆款項係因房屋整修 固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為資金 資深經理發現該帳戶升登人交易紀錄異常 款期內資金金出複雜 在警方指係追問下 老翁實坦成細加入LINE投資股票群組 多日觀察群組內專業分析師的操作 無論做多放空接大賺 群友也不停張貼獲利並讚賞分析師 故意將退休金交與分析師 貸超股票輕鬆獲利 所信援警極力勸說 並舉例進來假投資 真詐騙案例足以分析 其中可疑之處 老翁驚覺自己遭詐騙 打消匯款的念頭 並頻頻向警方道謝 感謝警方及資深經理及時主詐 其避免其掉落 詐騙集團所設下的圈套保住老本 警方呼籲網友不會幫你賺錢 請無聽信網友投資 許多假投資股票交易 都是以高回報來吸引客戶 切無聽信有心人士 聲稱百贏百利之高投效成果 可撥打165反詐騙專線求證 及臨近派出所詢問 多一份警覺便可少一分的損失